DW食 很久沒有介紹長篇的美食介紹 應該差不多有三個月 來到我身後的就知道我來到布鮮 今天就來布鮮尋找美食 然後再尋找一些好玩的地方 給大家的布鮮一日遊 Let's go,順便拍攝好畫面給大家看 Go 第一站吃早餐就來到我身後沒有招牌的店 裡面買了蝦麵 你們想像的蝦麵是不一樣的 它不是福建蝦麵,是咖哩蝦麵 我們先進去試試吧,Let's go 這就是我們的蝦麵,很奇怪 咖哩蝦麵是第一次吃 我來嘗嘗嘗味道的點點 它跟乾咖哩的味道差不多 不過咖哩很香 咖哩蝦麵的重點就是蝦 很新鮮,超級彈的蝦肉 挺好吃的 如果我們吃這個咖哩蝦麵 可以嘗嘗這一間 今天可以吃這個燒肉的 撥鮮的漂亮燒肉 無可呀 好,沒變了,我們現在就去下一集 應該是很古老的百多年歷史 觀音古廟,Let's go 這裡只是彎過去 去吧 現在來到甲板 紅龍潰鮮來到甲板 是差不多五分鐘的爐城 剛才看到一個百多年歷史 彎進來 走過多久 就是這個百年歷史的觀音古廟 我們現在去這個觀音古廟 去拍攝一下照片 然後再看看古廟有些什麼 值得紀念 Let's go 進來 進來,你看到很多東西 已經有百多年歷史 好像這個古宗就是港水十二年的時候製造 還有這個桌子都是百多年歷史 看一個雕工幾正子 百多年的古正 還有百多年歷史的觀音量量 管理這裡的叔叔 還有心思跟我們說一間古廟的歷史 還帶我們進一個秘密基地 裡面收藏了很多不同的古物 對古物有興趣的 一定是來一個觀音古廟來看 來到甲板這條街 有很多老建築物 然後有一個樹 我去山上一些老建築物的樹 變得非常特別 就是我新海的老建築物 一來到這裡 就有一個旅遊資訊重心 我們進去看看有什麼 原來這個老建築物是1942年起的 不知道1942年 其實是1883年 應該是1883 外面是這樣的 很新的 滑漏 超神奇的 有些樹可以生向我雕 是很黏的 大自然的味道 剛才在前面街 我走過來拉尾 其實地上有些碧畫 不可以碧畫,這些應該叫露滑 說露滑的,叫露滑 可以滑到拉尾,挺漂亮的 這裡實在有很多漂亮的打卡位置 如果你們喜歡拍照,一定會來這裡 介紹大家的位置,這個位置非常適合打卡 先拍照,選給大家看 這裡有一間小丑屋 不知道裡面有沒有小丑,不過已經下了 我看到很多賣相的全部都沒有開 我不知道是否擺一的問題 比較可惜一點,很少碰 這裡有一個新村的歷史館 進去後可以看到很多以前的東西 古蹟古香的東西,我們進去看看 這就是歷史文化館 裡面非常古蹟古香的東西 好像有舊電視機,舊的針車 舊的煮飯,很多舊的東西 然後這個點是我幫你們找的打卡位 這個光線超漂亮 來到寶仙,有一間酒家 你一定不能錯過 這間酒家已經開了 差不多六十多年的歷史 我身後這個明鳳酒家 裡面的狗仔鴨、蝦味豆腐波 還有它的生蝦麵 聽說是非常棒的 今天我吃這三樣東西 來吧… 這就是一個狗仔鴨 一個蝦味豆腐波 我們生蝦麵的名利 所以我們先吃這個狗仔鴨 聽說可以加入陳皮 它真的有陳皮味 你咬到陳皮就會有陳皮味 它變得像炆鴨 它一咬下去就會散 蝦味豆腐波 它的豆豉混合得很好 蝦麵反而沒有甚麼東西吃得到 我們用豆豉的味道挺不錯 而且它炒青菜很棒 它炒到很濃稠的醬汁 所以你也吃下去 用菜和醬汁的味道挺棒 生蝦麵來了 它有兩種選擇 一個是醬汁、一個是湯 老闆傭建議我們用湯 因為有很多蔥味道 不過它來到的時候 有點失望 因為蝦很細小 別想吃這麼細小的蝦 我的蝦鮮味很幼 剛才吃了一口麵 它的麵比較有咬勁 不過有減水味一點點 所以我覺得如果沒有減水味 這個麵應該非常好吃 來到布鮮 有一種食物一定要吃的 就是布鮮的角龜 非常出名 現在來到這個 是角龜 但只剩下兩個 我們買完太遲了 你沒有變了 就買了這兩個來吃 就買了一下 角龜已經買了 現在我們又回到 鴨婆阿菇 港菇製的 宜興茶室 那裡有一個 羅味雞和叉燒包 受工做很多年 而且非常有古早味 接著不是吃到那裡 我們就去瀑布 我們來到這個 撥仙的草藥縣 現在我們進去看看 草藥縣到底有什麼 然後它的瀑布 竟然是和草藥縣是一齊的 走下就是瀑布 這裡是草藥縣 Let's go 進去看看 聽說看到板 是2元一個人的 Go 進去很搞笑 他不是在外面 比雷 走到差不多一半的時候 到一個 Budjabat Daman Hobut 這裡比雷 所以 比雷是憑良心 讓我們去看看 我們去看看 這裡有什麼樣子 我們進來看這裡 看蝴蝶做愛 兩隻蝴蝶連在一起 多可愛 總結就是 不用進來了 我們去外面的瀑布 就可以了 Let's go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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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我們買的瀑仙焗龜 還有一個叉燒包 糯米雞 拿來這裡吃 是非常明智的選擇 這麼漂亮的福寶 然後很良壽 然後吃這個瀑仙焗龜 這個感覺很棒 如果你們來的時候 可以跟著這個感覺來走 試試一個黑芝麻的焗龜 糯米加一些黑芝麻 黑芝麻的味道非常香 果然是很鮮的 有些水準 不錯… 再試這個叉燒包 這個叉燒包 很多年歷史是古早味 反而覺得這個叉燒包 鹹的很特別 很棒 比起甜的 我更加喜歡這個古早味 鹹的香 再試這個糯米 然後拿去 聞透的時候 味道很香 油香的味道 這個糯米雞 旁邊應該吃 絕對吃不到 這個我們吃的糯米雞 很甜 這個糯米雞 又是鹹的 而且它有雞汁的味道 很香 有一個油香 還有雞汁的味道 這個糯米雞 如果你們來到的時候 一定要買 推薦你們吃 真的很棒 快點 快點 今天非常不幸運 早上燒肉沒有開 然後骨骨也沒有開 只剩下一點點 唯一當是剩下一點點 晚上晚餐也沒有開 現在鹿海鮮小炒 很不幸運 下次再補回這些美食 進入其他的影片 這個旅程 讓我體驗到 慢生活的舒適 和幾個朋友 在下午可以聊 整個下午的計 或者睡個硬覺 看看書 看看報紙 我這些快生活的人 很少會感受得到 今天的捕鮮一日游 成功一半、失敗一半 因為太多沒有開 如果你們來捕鮮玩 記得不要拜一來 因為拜一很多都休息 今天的節目差不多了 喜歡我的朋友 記得按讚和訂閱 找食糕糕,我們下次見 再見